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到6月18号 6月18号是佛教心理学的这个 告一个段落 那从7月16号 应该是7月16号 开始我们会一个新的课程 那这个新的课程呢 是楞严经 以楞严经讲义为主要的教材 但是除了这个楞严经之外呢 还有里面相关提到的这个其他的经典 我们会在以这个教材为基本的架构 之后呢做一个补充 所以就像我们这个佛教心理学一样 那虽然是在谈这个心理学 那凡事呢跟这心有关系的一个修持的法门 我们都会把它列入变成一个学习的基本的教材 那我们在这个心理学下提到的是要医着我们的清静心 上个礼拜呢我们谈到这个夜跟轮回 那我们会有轮回的这个现象 其实是因为有视障跟礼障 所以在弥勒菩萨章里面呢 就谈到我们因为有这些种种的观念上的障碍 以及习惯惯性上的障碍 那我们以前有提过 就是这个是从无名而推动了 让我们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知 那既然呢我们有这样子的就是体认 发现有这些问题 那接下来呢 下一位菩萨就来就是提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自己的决性 来改变我们现在的处境 所以呢请大家翻到这个 应该是从105页 105页 原觉经月事里面的105页里面 这个是清静会菩萨 这清静会菩萨 他的名字顾名思义 就是他的这个智慧是清静的 那跟一般呢 我们听到一个人很有智慧 很聪慧 可能就是说他的反应 以及他的所有的思维呢 都非常的 这个反应非常快 而且呢很准确 但是有时候呢 这一个智慧呢 还必须要包括一个清静的心 否则这个智慧可能就会被误用 那这一位清静会菩萨呢 他来问了一个问题 那我们再看 这个105页最后 后面这一段 他说愿为诸来一切法众 重宣法王圆满觉性 所以呢 希望为现在的 这一切大众 来重新再谈一次 这个圆满觉性 就是再讲一次圆觉 但是用什么样子的角度谈呢 就是这里是他主要的问题 就是一切众生即诸菩萨 如来世尊 一样都是在修圆觉 那为什么会有众生 跟菩萨以及如来的差别 所以他问 所正所得 云何差别 所以在问说 在这个觉性的修持 修为上 那我们能不能够分出 不同的层次 那一样都是在修 绝 圆满觉性 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有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 所以他问的是 差别的一个层次 那接下来呢 佛陀就会从四个层次 来谈这个觉性的 这个不同的层次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觉 但是呢 这个觉的时机 还有觉的一种 这种觉悟的体会 还有觉的运用 有很多的层次上的差别 那在清清会菩萨章这边呢 讲到的四个层次 一个就是凡夫 随顺觉性 一个是菩萨 但是菩萨有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他已经到登地 就地上菩萨 譬如说出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到十地 譬如说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文书菩萨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 这个四大菩萨 他们都是地上的菩萨 那地前的菩萨呢 就是贤位的菩萨 那还没有入地 还没有登地之前 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层次上 观念上的差别 然后到最后呢 满足圆满了 这个菩萨的修行 那乃至于呢 圆满了这个觉性 这时候叫做如来 那如来的随顺觉性 又是一个什么情境 所以呢 这四个层次呢 我们就可以来了解 依据这四个层次 就会有这种 觉性上的一个差异 那我们看到这个图 这个图其实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在 从凡夫到成佛 从菩萨的一个修持 他会有 这些种种的阶位 就好像我们说 我要读书 读书会有 国小小学的学程 学习一年级 二年级要学什么 三年级学什么 等到你六年的课程学完了 通过评鉴 你就可以升级到读 这个国中 到中学 那中学呢 他也有一个中学的学程 那你中间可以跳级 如果你把这些功课都学好了 可能一下子可以 就是一下升级 然后到最后呢 最高学历是什么 同样的凡夫到成佛 他必须呢 要经历过这一些 这些阶段 但是这些阶段的时间 快跟慢 其实是取决于 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呢 来累积这些资粮 所以呢 前面刚开始呢 有40个位置 叫时性时柱 时行时回向 总共40个位置 都是属于在累积资粮的 这个叫做资粮位 那累积什么 累积福德 我们的福报够不够呢 那要多修善法 多起善念 广度众生 但是呢 在累积这些资粮之前呢 我们也必须要有 一个正确的方法 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人 所以呢 不但要福德 还要有智慧 那福德跟智慧呢 在这个40个位置里面 累积到足够了之后 你会对自己的菩提心 会更能够掌握 所以呢 真正的 清正真如 就是亲自的 你已经看到 能够正到悟到 自己可以成佛的 这个菩提心 这时候叫做见到位 所以第二个 最重要的关键呢 其实菩萨呢 为什么有 登地的菩萨 跟地前的菩萨 最主要就是 在这个出地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菩萨的一个 见到位 现前 就是他的 所谓的 这种支箭上的 我们上一次讲到 叫做礼藏 礼藏 他已经断除 所以呢 到见到位 以上呢 他就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转捩点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我们凡夫一般呢 在修持的时候 其实可能大部分的时间 根本不知道 自己发生什么事 所以凡夫是不觉 怎样不觉 就是常常后知后觉 等到事太严重 才知道 啊 糟糕 我以前没注意 所以呢 这个东西已经酸掉了 臭掉了 才知道 啊 这个不能吃 忘记冰 那或者是呢 等到身体已经败坏了 医生诊断出 哇 你现在 只剩下六个月 那才知道 啊 原来我平常生活 累积了很多的病 那或者是呢 等到 已经感情破裂了 彼此之间呢 仇 这个仇恨相向 才知道 啊 原来呢 是人际关系出了问题 那或者是到最后呢 精神崩溃了 需要去吃抗忧郁症的药 这时候才知道 啊 原来我的情绪呢 平常都没有很好的书解 好 那等到呢 已经发生了很多的状况 好 才在那边呢 发现 啊 原来呢 以前是不绝 那 所以这个阶段呢 叫做不绝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自己是不绝 还会觉得说 哦 自己很有目标 很有努力的 这个活力 所以累积了很多的资良 那结果发现根本就跑错边 所以呢 这是凡夫 那一旦我们发现自己跑错边 会开始呢 转向 所以我们来 来学习 来修行 目的是 想要了解 那如果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的结果 就是一直不断的轮回 就是一直不断 哎呀 这个事情好像 永远解决不完 人情的问题 永远层出不穷 那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可以处理 所以哎 就看到 哎 佛好像都处理的不错 那佛的决性 哎 自立立他都能够行得通 而且到最后呢 就是既有智慧 然后又能够很圆融 而且呢 哎 广结善缘 那既然这样子 也许学习佛的方法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这时候呢 就开始呢 好 学佛 那佛就说要成佛呢 要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就跟着呢 哎 跟着佛陀教我们的方法 好 要发菩提心 要赶快呢 来度众生 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呢 学习佛陀的所谓的菩萨行 那佛陀就教我们说 哎 那要怎样 要能够呢 转化自己的烦恼 乃至于呢 要能够呢 慈悲他人 好 所以开始呢 就累积了资量 这时候就虽然已经叫做菩萨 所以我想要成佛 可是我现在还没做好 所以现在是在学习的阶段 那学习呢 有学得好跟学得快 但是也有学到已经可以毕业的 所以有不同的层次 那这些呢 都统一 就叫做未入地的菩萨 所以这时候 他虽然有觉 可是只是像 就是我们大概呢 嘴巴会讲几句佛语 佛言佛语 好 那有时候呢 在静坐的时候 也蛮像佛的 那或者是呢 我们偶尔呢 决心现前的时候 刚刚读完经 所以特别的呢 对自己的家人很有耐性 所以看起来好像 这个态度啊 乃至于观念呢 跟以前有180度的改变 可是有时候改变的不是 非常的彻底 所以这时候叫做相似觉 所以我还在学习 所以呢 可能十次里面呢 有八次控制住 有两次控制不住 或者是呢 我现在很想要精进 可是十次里面呢 有五次精进 然后有五次还是放弃了 就是啊 明天再说啦 今天那么累 所以我们可能常常会有 这样子的拉扯 所以呢 在佛 在佛的面前 或者是在道场 或者是在听法的时候 我们真的 就是心很虔诚的 我真的发一个好心 要来学习 可是呢 人很容易忘记 也很容易懈怠 又很容易被静转 所以一旦呢 遇到了境界或者障碍 可能呢 过去的习性又出来拉扯 所以这时候呢 其实都是因为什么 我们的资粮累积不够 功夫还不到位 所以虽然有觉 属于相似 相似的觉 是 但是 就是像 但是不是 叫相似 很像佛 可是不是佛 那什么时候 才是真正的事呢 要到 必须要到 出地以上 你亲自的 正到真如 所以呢 在佛经里面呢 佛陀就讲一个例子呢 就好像 我们 看过月亮的人 你要讲月亮 就完全都不需要去形容 可是当你要去跟一个瞎子 讲月亮是什么样子 你可能就需要 要怎样 要需要呢 用形容的方式 就告诉他 月亮是圆的 但是有时候不是圆的 从初一到十五 他的这个形状都不一样 这时候你就很难解释 那长什么样子 弯弯的 所以会发现 你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很准确 即使你可以形容的很准确 我们说月儿弯弯 那像什么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形容词 可是呢 对于没有看过月亮的人 他永远也没办法去了解 什么叫做初一的月亮 什么叫十五的月亮 那光是了解满月就已经很困难了 更何况他还有阴晴圆缺的变化 好 那这个就是呢 地前的菩萨跟地上的菩萨的心情 地上菩萨眼睛睁开 心中智慧之眼睁开 他能够了解亲自的正道佛说的菩提心是什么 他亲自的正道了我们本居的菩提心 就好像看到了月亮一样 一切都不需要再说明 但是呢 在还没有亲自正道佛说的 人人皆有佛性的这个菩提心之前 我们好像是一个睁眼的瞎子 永远虽然听说有月亮 而且也心生向往 但是呢 毕竟从来没有看过 所以呢 当这个佛陀在跟我们解释什么叫月亮的时候 我们大概可以模拟出圆圆的 亮亮的 黄黄的 可是其实 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月亮都不一样 那永远都没有抓到正确的月亮 所以就像说 没有吃过榴莲的人 你要告诉他榴莲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还不如他亲自吃 他自己的滋味就点滴在心头 所以这就是呢 还没有开悟之前 永远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做开悟的境界 可是开悟呢 又有深浅的层次 所以就好像人喝水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所以你要喝水 你要喝温水 什么样叫温水 是20度 还是30度 还是40度 还是80度 通通都叫温水 可是这样子温水 它的热度还是有差距 那有的人喜欢喝热的 他就觉得80度刚刚好 有的人不喜欢喝热的 他觉得80度根本就叫做烫 所以呢 每一个人的感受 对于这个温度呢 他有不同的感受 怕热的 夏天来就很辛苦 好 但是呢 如果不怕热的呢 他很害怕的是冬天 所以呢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对温度的感受不同 然后对于这个心性的体会呢 也有一些差距 那真正的你已经悟到了 真正明白了 就开始呢 你就会深信 佛陀所说的成佛这条路 绝对呢 没有其他的更好的路 而且你会很肯定 自己做的这一切呢 都是在累积自己的福慧之良 而且是朝向成佛之道 所以这时候呢 叫做已入地 已经清正法身 所以依着法身来修持 而不是依着我们以前呢 对佛的信心 那以前是一种善根 就是啊 佛说的应该是对的 所以我们就一样化葫芦 但是现在呢 很肯定说 不但是佛说的是对 而且我相信 我一定肯定可以做得到 这时候就依据我们的菩提心 来修行 所以叫做随分 就是依据我们心中 对于法身的一种 正 清正的程度 那接下来呢 出地以上呢 做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心呢 就可以开始呢 积极的大开大用 那开始用了之后 就用来做什么 用来度众生 借由自己对于心的一种理解 你就可以很有力量的 带着各式各样的众生呢 走上菩提之道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值不同 所以 有度众生同样是度呢 有的人呢 一度就是度五个十个 有的人是度五百个 一千个 有的人是度 不只是此方的众生 还有度到他方的 有些人呢 不止连人都能度 他那个鬼 乃至于动物 他都能度 所以呢 就随着我们的 这个经验值 以及我们的愿心不同 就会有层次上的差别 那佛呢 他就是到最后 把这个 自立的功课圆满 然后立他的功课也圆满 到最后 无所不度 在这个世界呢 他这个能够自在 到哪里去呢 都能够有他的净土 所以呢 这道的如来 他就叫做究竟觉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觉 有四个层次 这四个层次 是从大圣起心论里面 谈到的 所以从凡复的不觉 到相似觉 到随分觉 到最后究竟觉 其实这全部呢 都是觉 只是层次上 有一些差距 那随顺觉性 如果有这四种差距 在原觉经里面 是怎么去谈 我们怎么运用 我们的觉 那当然呢 我们就从我们自己 最接近的这个凡夫的阶段呢 来看什么叫做凡夫的 水顺觉性 好 在106页这里开始就讲 107页呢 他先讲到什么 107页讲到原觉自信 其实本来呢 他就是什么 你没有办法去谈 没有办法去 去得到一个觉性 为什么 因为呢 每一个人呢 其实本来就具有这种 好 决性 所以 其实没有菩萨 跟众生的差别 但是为什么会有差别 其实就是在于 我们对于决性的一个 了解跟使用 以及你相不相信 你自己的决性 能够用到什么程度 所以呢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决性的角度来讲 人人皆是平等 可是在随顺的部分呢 就你有没有随着你的决性走 还是随着我们的习性 或者是随着我们的心里面的恐惧 或者是随着外境 那就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那凡夫的随顺决性呢 这样子的差别 他到底是随着什么 是随着决性 还是随着什么呢 我们就发现了 在109页这边呢 这个佛开始在讲 凡夫的随顺决性 他其实是因为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呢 有两种障碍 上一次我们谈到的是 誓障跟理障 那誓障跟理障呢 现在从另外一个名词来讲 就是一个就是妄想 一个是观念上的障碍 一个呢 是习性上的障碍 所以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众生呢 从无始以来 有两种执着 一个是妄念上的执着 所以理障 妄想我 那一个呢 是依据这个妄念而产生的 爱染 所以所谓的爱染呢 就是下面讲到 起了正跟爱的这两个心 那正爱之心呢 单着在哪里 单着在五欲 所以我们说 我们从过去到现在 从来不知道 自己有一个清静的心 而随着外境染成 在轮回 所以我们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在追求 从小就在开始建立 我的概念 那这个我的概念 从哪里来 我们可能一直在想 到底自己是谁 那我们可能会 很好奇 说别人眼中的我又是什么 那我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跟女生的差异 从一开始呢 这个教养乃至于我们用的东西 就开始不同 所以呢 慢慢慢慢建立了我们的 所谓对于我的价值观 那我如果是 一个家里面的老大 跟家里面的老妖 或者是独生的子女 是会有不一样的一个 被期待的一个差距 所以凡死种种 不管我们是从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从外界的期待 或者是从人群的互动 累积起来的这个 我是真实的吗 可能它只是一个 这个家庭的展现 或者是一个社会的一种 呈现出来的一种背景 所以所谓的妄想我呢 就是这个我的形式有很多 我的想法有很多 但是其实呢 它都只是片面 它都不是真实的 好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呢 会一直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会一直改变 我们对于我的一种看法 那我们可能会 怎么介绍自己 就是我的个性 那我的这个特质 我的长相 或者是呢 我的这个平常呢 常常从事的兴趣喜好 但是这些累积 累积下来的我呢 可能每个 从时间上的角度来讲 阶段性会不同 15岁的时候呢 父母亲问你说 长大想干什么 到25岁的时候 他会问你说 你现在到底想干什么 到35岁的就会说 你已经35岁了 你还想要干什么 所以呢 就开始呢 有各种不同的想法 那我们呢 也会有什么 每个阶段 有阶段性的任务 但是这每个阶段的 价值取向跟任务呢 其实都是一直在变动的 那所以呢 这些会变动的东西 他就不会是珍藏 不会是永远 所以他叫做旺 那什么是旺呢 这个想法里面 是最最虚旺的 然后依据这个旺想 而累积的爱跟正 我喜欢跟不喜欢呢 常常都是一直不断的累积 然后就产生了某一些行为 所以呢 我如果喜欢这些外面的 所谓的五欲六层 我喜欢吃 那可能就会累积了很多的 对于食物的一种喜好跟需求 那如果我喜欢呢 看这个美丽的东西 可能我们有的人就是会变成 去摄影 或者是去旅游 或者是累积了很多 这个鉴赏的这种美丽的东西 那如果你喜欢音乐 你喜欢声音 那你就会常常累积很多的 这个想要喜欢听的东西 或者是你会一直不断的 往这个好声音的地方去 乃至于呢 我们在选择电视频道的时候呢 可能你就会随着你自己的喜好 所以最近师傅喜欢看什么 去找这个这种辩论的比赛 就来看 看演讲 喜欢学习新知 所以呢 这些呢 就会累积我们的爱 所以因为我的爱好是如此 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童号 大家呢 谈到共同喜爱的东西 我们就谈的津津有味 最近大家都在学习佛法 然后刚好都在学习圆绝经 你也在学 我也在学 我们谈起来呢 就很有心得 那就会很有化疗 慢慢慢慢就会 一次 两次三次 就累积了熟悉度 慢慢的就形成一个童号 那童号里面呢 我们会觉得志同道合 就会产生了 比较呢 互相吸引的一种特质 那如果呢 每次我讲这个鸡同鸭讲 每次讲东 你都跟我讲西 每次说我们出去 你就说我不想 我想要待在家 每次说我们来送金吧 你就说我好累 我要睡觉 每次说 那我们来吃个东西 他说 我现在呢 刚刚刷完牙 我不要再吃了 所以如果每一次都是不一样 那可能就会开始产生了 你是不是跟我唱反调 慢慢慢慢就形同陌路 但是如果呢 在事业上 或者在生活的起居上呢 完全都必须要 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会产生了 很多的摩擦冲突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这一生 其实都被这一个 这两个东西驱使 叫做妄想 以及我们的爱跟正 所以这边我们看一下 轮回生死 常常有很多根本的原因 虽然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特质 都不一样 男女不同 贫富不同 贵贱不同 生活的层次不同 但是呢 我们会共同面临 这个轮回生死的议题呢 其实当佛陀观察 这个生死轮回的时候 就会发现原来 他有一些根本的要素 原来我们共同 都有一些共同的原因 才会 才会致死 我们虽然生命的形态 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都一样 又再来 又再来这个世间 然后又再遇到彼此 然后呢 又产生了同样的问题 所以他就叫做轮回 就是一直不断重复的出现 所以呢 这边呢 其实是谈到的是 十二因缘 我们这个世间的轮回的 一些根本的原因 好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轮回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从轮回之轮来看 世相的本性 我们很容易被无名愚痴驱使 对自己喜欢的事物 产生贪爱心 进而 对任何讨厌 或阻挠欲望的事物 产生憎恶感 这三项烦恼 愚痴 贪爱 和称慧 被称为三毒 因为它们扭曲了 我们心灵的外观 这三项烦恼 每时每刻 都在左右着 我们的行为和结果 这三项烦恼 也正是令我们不断 流转轮回生死的 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常常讲 贪嗔痴 要熄灭它 那怎么熄灭它 所以我们常说 勤修 界定慧 然后呢 止息 贪嗔痴 但是 勤修 界定慧 止息 贪嗔痴 它为什么要这样 它可能 有时候只是一个 修行的一个口头禅 那它的根本的问题 根本的要 要止息的呢 其实它不是 只是为了要止息 贪嗔痴而止息 是当我们贪嗔痴 这个正爱 没有办法 不明就里的呢 一直不断的去扩大了之后呢 我们随着这个正爱之心 会落入这六种生命的 一种痛苦的循环 叫做六道轮回 好 所以呢 如果我们的贪嗔痴 是没有解决它 就会一直呢 进入了这个轮回的系统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那这个 在十二因缘的 这一段影片里面呢 它谈到的 什么叫做六道 我好 由围绕着两个半圆的 六个图格来表示 六道中每一道 都不断处于 轮转状态之中 因此 即使整个大圆轮 基本上一分为二 再上的三个图格 代表天 阿修罗和人 这三善道 再下的三个图格 代表旁生 恶鬼和地狱 这三恶道 但却没有任何一道 能够超脱轮回的 生死流转 第三圈的最上格 是天道 在那里 天人们享受着幸福 而且长寿的生活 然而 他们出生在天道 平级的是过去 生中行善的业力 一旦福报响尽 仍会往下五道沉沦 尤其 可能是三恶道 在他们寿命 行将终止的时候 他们知道自己 因为单逆降服 而不思修复 结果 会是自己转身于 痛苦的其他道 这种提人 使他们觉得格外悲痛 在天道的右方 是阿修罗道 注意看土里 结满果实的果树 长在他们的土地上 有位阿修罗 正拿着一把斧头 想要砍树取果 可硕果类类的部分 却属于天人的范围 使这位阿修罗 无论如何努力 也摘不到长在自家土地上的水果 而天人们却正在享用着 从阿修罗土地上 长出来的食物 这导致了阿修罗 对天人的巨大仇恨 和两者间 永无止境的战争 所以他现在在讲到 天跟阿修罗 所谓的天跟阿修罗 他同样都是属于善道 为什么可以属于善道 就是他的整个生活的环境 得到的东西都非常的优渥 是富裕的 那不需要做很辛苦的努力 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生活 所以我们常说 像我们这个世间 富二代 含着金汤匙出身 他一出身就不愁吃不愁穿 每天的生活就是享乐 那这就像天 可是有一种人 他就是福报也很大 但是就像 这边就讲到 就好像这一颗果子 明明就是我家的果子 可是却都是长出来了之后 是给别人使用 这时候让我们产生了 很大的一种嫉妒心 跟不满的心 阿修罗的心态 就是常常都是充满了一种 嫉妒跟仇恨 但是并不是表示 他没有福报也没有能力 是他有福报有能力 可是常常不能够满足 而去跟天人产生很大的冲突 所以有些我们说 世间也有些人是很有权 很有事 但是他却心里面 常常都陷入一种斗争 他一直不断的扩大他的权势 这是就是阿修罗的心态 那么我们知道天人也结阿修罗 他如果长期的不知道要改变 他现在的状态 他的福报有一天会用完 所以刚才就是讲到这个天人 他有一天福报响尽 每天都一直在这个快乐的情境里面 他从来不知道要修福 或者是要继续在断除烦恼 有一天福报用尽了 他在堕落的时候 他就会异常的痛苦 所以从天上掉下去 那这个就会变成 其实在六道轮回里面 即使你是生在有福报的这一道 好家在 还好我现在诸事顺利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痛苦 然后看到地狱恶鬼畜生 还好我没有在那边 那跟我没有关系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观念 那表示我们对于六道轮回 没有警觉 那天人的生活呢 他也是因为呢 过于顺遂 过于优渥 所以他完全对于自己的行为 没有准 没有警觉 那有一天 他真的要堕落的时候 他会有天人五衰 就是有一种衰败的现象 天衣 本来都不用洗的 每天都是 很干净 很清净 很香 就突然有一天发现 自己开始呢 这个衣服会脏 然后身上会出汗 乃至于呢 天上的 这个头上的这个花 本来从来都不会凋谢 现在开始会凋谢 那就会产生一种很大的恐惧 那而且呢 他开始呢 坐不住 那天人都有一种 做宝座 那你坐在这个宝座上呢 你都不需要 你就不需要下座 你想去哪里 这个宝座就会带着你 飞到哪里去 所以呢 每天都有吃不完的东西 有玩不完的 娱乐 也不用工作 就是一直不断的享受 但是 当这些现象发生的时候呢 这个衰败的现象发生 他就很快的 就会堕落到三途二道 然后天人又有神通啊 所以他会看到 他自己未来会去哪里 所以基本上呢 当自己呢 福报响尽 整个衰败的现象出现 接二连三的发生的时候 他是没有来 已经来不及去补救 所以他就 就是陷入一种极度的恐慌 那除非有什么 有第一个 有佛出世 就是 这以前有一个天人 他刚好呢 遇到了佛 佛陀在道立天宫 为母亲说法的时候 他就 他就刚好呢 就遇到了自己 身上有这种衰败的状况 那他一观察 他知道所有的天人 遇到这时候就是 啊 寿命终了 接下来 下一站呢 大概就跟一般的天人一样 没救了 所以他就很恐惧 赶快去找他的天主 那结果 这天主就告诉他说 哎 没关系 你赶快呢 现在佛陀在说法 你赶快去跟佛陀 皈依 你就皈依佛 可能就可以免除恶道 结果他就赶快跑去 结果佛陀呢 正在说法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佛陀的面前 就开始呢 顶礼 然后呢 拜在那边 就开始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就念 还没有念到第三遍 他就哇 就往生了 堕落 那那是不是 皈依没有用呢 其实不是 他还才念到一半 就就走了 那怎么办 哎 他还是呢 去受报了 那下一站 他到哪里去 从天上呢 就堕落到猪的胎 胎 猪胎里面 猪的肚子里面 要做一只小猪 但是呢 因为他在要往生之前呢 赶快去皈依佛 所以呢 他的意念还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是天人 自己不应该是当猪 那我应该呢 要皈依佛 所以这时候呢 就从以前呢 不知不觉 只是一直在消耗自己的福报 然后呢 现在啊 知道我要皈依佛 那佛是绝啊 佛的绝性呢 就提醒他 哎 我也要跟佛一样 有决心 所以呢 他虽然堕落成为一只猪 可是呢 他还没有形成猪的果报之前 他就脱离了猪的这个 夜 所以呢 这只猪呢 胎死腹中 所以他又结束了 他自己的这个猪的夜报 那提前结束 所以他还没有真正的去生出来之前 他就已经结束 所以算是有受报 但是重貌轻瘦 短短的就 啊 有去做就好 应付一下 然后 哎 结果下一站去哪里 他就从猪胎呢 就脱离出来 就投胎在人的胎里面 就投胎到一个有钱人家的 这个家里当富二代 然后 但是这个孩子呢 出生的时候非常独特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 大家发现 这个孩子呢 一出生就会讲话 难堂有词 所以就觉得这是一个大怪胎 大家非常害怕 他说 怎么会有 这小孩子一出生 就在那边讲话呢 一定是怪物 好 那大家就准备了 要把这个怪物呢 要把它丢掉 结果呢 这一个家庭里面的长者 就是这个主人 听说呢 生了一个怪物出来 赶快来看 到底是谁 结果一听 这小孩子呢 不是在念什么 他是在念什么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生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生 所以他过去生 在很紧急的时候 最后一念 是一直念 归一 归一 所以导致 他这一生 在出生 这个衔接的过程 他的那个 归一的 那个意念 强到 没有让 这个轮回的 这种无名冲掉 所以他就一直 不断的 心就念的 归一 归一 那这个长者呢 是有学佛的 所以他一听 哎呀 这怎么会是妖怪 这是最好的孩子 这个是佛陀送来的孩子 是菩萨送来的孩子 那一定要好好的 把他养大 那结果呢 这小朋友呢 就这样子 很平安的 很快乐的 长大 到了七岁 到了七岁 他就碰到了 他的好朋友 有一天 这个摄利佛 他就去 托波 去他家 那他就看到摄利佛 他就说 嗨 好久不见 摄利佛说 我认识你吗 他说 你那么小 我怎么会认识你 结果呢 他说 有啊 我就是那个 哎 这佛陀在天上说法的时候啊 哎 我就是那个 现场去皈依的那一位啊 尊者 您不认识我了吗 那尊者呢 哎 一看呢 就啊 原来呢 你就是那一个天人 哎 你到这个地方来了 那么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他说我经过了这样子的轮回呢 发现天上虽然快乐 可是要轮回的时候可不好玩 我可能下一次也没有那个机会 可以这么幸运遇到佛陀 再可以让我皈依 所以呢 我一定要趁我现在呢 很小 那佛陀呢 还在 我就要赶快去跟佛陀学法 所以他就跟他的父亲呢 说哎 那个摄利佛呢 已经来了 表示呢 我跟你的缘分呢 我们要say goodbye了 所以我就从此之后要成为佛的弟子 我要跟摄利佛走了 那这个长者 他的父亲呢 也觉得 哎 也是啊 因为你一出生 本来就已经讲好 你是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所以呢 那就也欣然的护士他去出家 所以他就变成生团里面最小的小沙咪 那成为摄利佛的侍者 那这个摄利佛呢 就教导他 他就在佛陀的坐下 很快啊 那年轻的小孩 他的心里面是很纯净的 那么当他在听闻佛法的时候 他没有其他的杂染 一休 马上呢 就很快的证到了阿罗汉 所以呢 其实当他证到阿罗汉的那一瞬间 他就知道呢 他已经不用再受到这种轮回之苦了 就跳出这个寻回 所以他也不需要担心说 他以后会堕落到哪里去 因为他已经有能力解决这个轮回 好 所以我们说六道轮回里面呢 即使你在天 即使你在修罗 即使你有拥有很大的权势 你可以只会千军万马 但是呢 当我们面对生死的时候 还是不知道从何着手 那么我们就知道 这个轮回呢 绝对不会是我们最后的皈依 要不然我们就会一直陷入一种 无止境的战斗里面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 除了这个之外 那六道里面还有什么好的选择 一定是越来越糟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知道呢 没有去处 才会下定决心说 好 我就一定要跟着佛陀走 人道位于图中的左上角 这一道众生必须忍受饥渴 冷热和亲人别离 被敌人侵害等痛苦 想要的求取不到 不想要的却往往无法避免 不仅如此 人还必须遭受 生老病死的不断折磨 图中包含了 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 从屠宰动物 到出家修行的都有 这些迥异的活动 也正说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 人的一生 是有可能因为接受了教育 而有所改变的 从这个角度看 那么天道固然较为崇高 也较为幸福 但却缺少了人道众生所独有 能够改善生命的机会 人道苦乐交杂 虽有苦 但不至于极苦 足以激发人们求变的一年 这一点 很重要 在转轮的下半部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 有一个畜生的过渡 是这一道众生受苦的事 他们的生存 往往只是为了供应 其他众生的使用 在旁生道的左面 是恶鬼道 饥渴是最让这一道 众生痛苦的原因 他们会一直不断地 寻找食物和饮水 但问题是 他们不但找不到食物 甚至连饮食的名字都无法听到 他们有着巨大的肚皮和胃口 但是喉咙却非常细小 小到仅能存下微量的食物 不过就算他们能找到少量食物进食 这些食物也会沿着喉咙 一路灼烧到腹内底部 最下面的一个图格 画的是地狱道 包括八热地狱 八寒地狱 以及禁边地狱和无间地狱 地狱的苦难情景 指出了一项 我们总也学不会的道理 就是 我们应当地人随喜好与憎恶而冲动行事 因为那会使我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们无法用具体的形象 去描绘六道的全部情景 我们不应该以为六道众生所受的痛苦 只有六道所处众生才必须长寿 人类的生命里 其实就已经具有了六道众生的各种痛苦 那些因为自己的愤怒 贪婪等原因 而遭受巨大身心折磨的人 所受的苦和地狱众生没有两样 那些贫穷卑贱 为饥渴所苦的人们 正遭受着和恶鬼道众生相同的磨难 而身为没有自主权的奴役 或是遭受压迫的人们 也与旁生道众生一样 苦于没有自由 当然 有些人的一生中 也会有比如荣华富贵 或者是匹吉太太的时候 但这些快乐是如此的脆弱 和让人无法掌控 不仅短暂 不稳定 尤其是当他面对人的生老病死时 显得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不但是诠释了六道的处境 那也谈到 其实人的这个处境里面 常常也会面临六道的一种感受 所以我们说 在生命的一个过程中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一种 这种逼迫 所以在人道就有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中 遇到很多人的困境的时候 为什么佛陀在人间成道 然后佛法是在人间流传 主要是因为在人道中 我们还可以同时具有人的福报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碰到 也许是有人他陷入地狱 陷入恶鬼 陷入畜生的这种处境 或者是我们自己 有时候会遇到的这种 这种三种一种 心境上的一种折磨跟困境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机会 遇到了苦 然后开始寻求出离 所以这边 清静会菩萨的这一章 虽然我们是常常陷入了一种 烦恼的境界 但是我们有机会会遇到善友 这个善友可能是善之士 那教我们要修行 但是也有可能是一种恶之士 他就是视线 这个世间的一种苦难 跟悲惨 让我们觉悟 或者是有一种 他可能是我们的冤家 有时候他让我们走投无路 不得不太痛苦了 赶快来寻求解决之道 那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亲友 所以我们会为了亲友 为了我们的冤家 为了我们的所谓的老师 或者是同行善友 不管种种的原因 我们可能都有因为这些因缘 而来学习佛法 学习什么 学习开悟清静的法 所以若遇善友教令开悟 让我们能够悟到 原来我们有清静的决性 而去观察这个世间 所以叫发明起灭 就是去启发去看清楚 这个世界就是一种无常生灭 我们从所有的东西起 所有的东西灭 我们可能梦想 希望自己能够拥有 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一旦达到了之后 发现不只是得到你想要的 还有得到很多不想要的 或者是你需要的东西 永远它就是瞬间就像泡沫一样就消失 那你不想要的 这些压力跟烦恼 也常常伴随你却摆脱不了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这个善友在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这个世间 是一切都像梦幻一样 它是无常的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追逐这些五欲呢 如果五欲是这么 得到的它这么的短暂 这个快乐反而带来更多的痛苦 那是不是可以有另外一种追随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有一种体悟说 即知此生 性自劳虑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一生如果继续这样子 再滚下去 再追逐下去 再随波逐流下去 我们只是增加了 第一个叫疲劳 生死疲劳的劳 那生的辛苦 绿就是心的一种辛苦 我们有很多的忧虑 我们有很多的担忧 烦恼 所以呢 我们的心始终不安 那觉得应该要有很多的 这个保险的方式 所以我们会去投保 发现投保了之后 也不能够 解除我们心里面的担忧 所以呢 最近天灾人祸 那一旦遇到了这些天灾人祸 我们的心就开始惶惶不安 那所以性自劳虑怎么办 那就接下来就开始发心修行 发心修行 那既然这样子 我们一定要处理这种劳虑的境界跟状态 所以要怎么修 那来到了佛法里面呢 教我们要随顺觉性 所以修了很多的方法呢 开始呢 会断烦恼 所以我们刚才说 有烦恼是什么 贪 惩吃 那我们就勤习戒 定慧 把这个戒律持好 然后呢 修禅定 或者是呢 学习这个观行 来断除自己的烦恼 所以慢慢慢慢发现了 以前担忧的这些事情 以前呢 在这个生死中呢 看不破 放不下 现在呢 开始懂得的用智慧心去断烦恼 所以慢慢的 修行有点成效 有点成就 所以开始会觉察 那少欲知足 慢慢远离了这些劳虑 效果是什么 当我们能够修到呢 劳虑涌断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 发现自己的烦恼越来越少 智慧越来越真 乃至于到最后呢 你以前的担忧 突然之间呢 就不再担忧了 自在了 那过去呢 常常呢 就是瞎忙 团团转 每天呢 为谁辛苦 为谁忙 做很多的白工 努力 然后到最后呢 让自己身心疲惫 现在呢 我不要了 我把所有的时间呢 都拿去 变成修行 让自己的心呢 放下这些烦恼 所以呢 就会有一个效果出来啊 真的 劳力涌断 修道呢 从刚开始 在这个觉悟的过程中 从刚开始呢 一直半解 然后常常失败 慢慢呢 开始有一次成功 两次成功 慢慢的把这些烦恼转化 转化到最后呢 得到了一种清静的境界 叫做得法界境 这是凡夫的随顺决心 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做到呢 我可以断除我们的烦恼 以及我们身心的苦 好 那这时候 这个阶段叫做 已经正到了法界清静 正到我们身心清静 好 那所以呢 我们说 在佛法里面呢 讲 这是有果味嘛 那所谓的出果 断除自己的观念上的迷惑 有了正见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的习性啊 贪嗔痴 有没有越来越断除 好 所以就有二果 三果到四果 阿罗汉 好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 看到自己有羞有症 就必须呢 要确定自己现在 还有没有老 就是生的辛苦 生老病死的现象 好 乃至于有没有 滤心里面的一些烦恼 好 所以心里面的烦恼 就是誓障理障 那我们有没有转化 好 所以呢 身心的一种烦恼呢 断除了之后 你就会得到了清静 好 但是 这个时候算是 已经是 很 哎 这个已经算是佛了吗 或者是已经 圆满决性了吗 还没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正到清静之后 还会有一个 清静的概念在那边 所以我们就会被 所谓的清静 被障碍 我们认为的清静 被障碍 所以这变成一个 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能 刚开始修 觉得呢 断了很多烦恼 非常的欢喜 然后入了一个 清静的境界 觉得身心非常清静 那身心清静呢 这件事情 对于烦恼来讲 是好的 可是对于我们 就近解脱来讲 它变成一种障碍 所以近解 是一种障碍 所以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 圆绝 其实不是只有 清静才自在 而是在烦恼中 你也能够 知道呢 自己的心 是不被烦恼 所染 本具的清静 而不是 你必须要找到 一个清静的地方 才会真正的清静 所以我们说 节如在人静 而无车马轩 可是我们刚开始修行 没有那么厉害 节如在人静 每天都被 各式各样的杂讯 被各式各样的烦恼 来怎样 来打击 所以呢 觉得身心疲惫 那现在呢 想要清静 就想脱离现场 我要逃到一个 没有烦恼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就会 有的人来修行 说我一心要去净土 就念佛往生净土 然后呢 或者是有的人 他只喜欢闭关 就喜欢躲起来 最好不问世事 还有一个人呢 他说 哎呀 原来呢 以前的这些修行啊 全部都是 浪费我的生命 所以呢 全部把自己的工作 把自己的公司 所有的 房子 全部都卖掉 然后呢 就改成 就是把自己呢 送到 哎 一个偏僻的 一个乡间 去过一个 清幽的 山居的生活 那的确 这个是一种清静啊 可是为什么 他在 这个原觉经里面讲 这反而变成 一种障碍呢 好 那 哎 这就是我们 自己对于清静的 了解 还只是片段而已 好 所以呢 凡夫的随顺决心 到底他的问题 是在哪里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六祖坛经里面 有这么一段 他说我们之所以 是叫做凡夫 虽然我们跟佛陀 一样有这个 清静的决心 但是我们还是 迷在某一种现象上 对于实际上 实相的道理 没有真实的了解 所以呢 对在外 就迷于相 好 色胜相会触法 我们总是 看到一个颜色 我们心里面的念头 就是啊 我喜欢这个色 不喜欢那个色 看到这个人 长这个样子 说啊 这是我喜欢的 那一种类型 还是我最讨厌 长这个样子的人 那看到了呢 一个样 这个物品呢 你可以去买一个 笔 就啊 有各式各样的样式 买一件裤子 就有各种的形态 那买一个家具 也有哇 也有横的扁的 也有高的长的 所以光是一个桌子 就有各种样式 让我们分别 好 所以发现 现在这个世界呢 各种相出现 但是当各种相出现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就 无从选择 好 所以我们以前曾经讲过 选择瘫痪的这个困境 那以前的人生活过得很简单 好 那可能呢 家里面根本连椅子 桌子都没有 就直接洗地而坐 但是我们现在呢 有了家具之后呢 就开始有各种风格 你是欧风的 还是日风的 还是中国风 那中国风 有中国风的样子 日风 又有日风的样子 所以光是布置呢 我们就有很多很多 各式各样的方法 乃至于各种形形色色的像 好 那声音的选择 乃至于我们色声相会触法 那现在流行精油 那我们就啊 这身上要有一点味道 那这时候呢 就有各式各样的味道 那所以呢 这个像呢 充斥在我们身边 我们要修到不迷 还真的是需要有点功夫 好 所以呢 这外迷着像 那我们一般人着像就算了 学佛都希望能够不要着像 所以呢 我们就跑到 把自己的心 从外跑到内 收到心里面 变成另外一种谜 叫做谜于空 他说什么都不要 通通都要舍掉 所以就执着了一个空 这是真的 真的已经悟到空 还是只是创造一个空出来 执着呢 好 所以呢 就发现 内外 都是谜的话呢 换汤不换药 我们的那个执着的习惯 还是在 所以真正要能够超越 不管是有像 还是无像 通通都要不迷 才是真正的跳出 这种执着的境界 所以要怎样 于像离像 于空离空 所以我们不是离开像 而取一个空 也不是离开空 而执着一个像 而是内外拒不迷 那内外拒不迷 我们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智常 这个智常呢 他来找六祖 他很年轻就出家 姓周人 姓周人 那他年轻的时候就出家 目的 他不外乎 就是希望明星见性 结果有一天呢 就来找六祖了 参理六祖 六祖问他说 你是从哪里来 你想做什么 这么年纪轻轻来修行 至少 你的心性上呢 一定心里面 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 想要来祈求 所以你想要求什么 好 那来这边通常都是要 有一点 就是知道了 六祖他能够教什么嘛 六祖就是教人 明星见性 所以呢 他就讲 自常就说 学人 我现在呢 过去啊 刚刚好 刚刚去 宏州 去理大通和尚 去学啦 跟他学 这个大通和尚呢 就教我 见性成佛 教我见性成佛 所以我们 到哪里去呢 只要你是 学佛的 基本上都有听过 见性成佛的四个字 那什么叫 见性成佛 各说各话 有的人说 你要悟 有的人说 你要 能够明星见性 那有 还有一种外道 他说 你来见我 我就给你见性 所以呢 有各式各样见性 那怎样才叫见性呢 每一个人都说 他自己见性的 那到底是 怎样的标准 所以呢 他说 我实在 虽然他讲 见性成佛 可是我没有 解决我心里面的怀疑 所以味觉胡疑 那当我对这个人 说的没有办法解决 我心里面的疑问呢 那当然就要另请高明了 所以呢 他来找六祖 希望师父啊 您能够慈悲 那现在表示呢 他现在是一定 有一点根基了 对于见性成佛 他自己有 自己一番的解读 所以他不是一片白纸 这时候呢 六祖大师要怎么教他 他就先问他说 那你问的这个大通和尚 那智常你听到什么 大通和尚怎么开示你的 所以事实上呢 他并不是真的要去问 大通和尚的开示 他是想要透过他 转述大通和尚的开示 来了解智常 你对于见性成佛的理解 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去听一场开示 或者听一堂课 听完之后 我们自己心里面 有一个领悟 那领悟不是那个 可能不会是 讲解的人的领悟 是你自己心里面的领悟 所以我们说 有些人是这样 以前有一个师父啊 那个情法的人呢 就在那边呢 情法 结果呢 师父讲完 这情法的人呢 没有开悟 反而在旁边 旁听的那个开悟了 所以呢 有时候 到底什么时候 会是我们开悟的时机 也不一定 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法 有所领悟 我们自己呢 心里面就会有一个 一个认识出来 那也会有一种 不一样的体悟 那每个人的体悟都不同 所以六祖大师呢 他想要先知道 智常你本来 对于这个见性成佛 这四个字的体悟是什么 因为你从出家以来 一直就想要见性嘛 那一定是对这件事情 很有一些研究 你才会听到人家说 见性成佛 你还是觉得怪怪的 你如果没有研究的呢 人家说了什么 就是了 你就会一直是这样认为嘛 好 所以 这个六祖呢 就问他 那智常呢 就回答 他说 我到了这个大同和尚那边 我已经过了三个月 发现他都没有教 都没有教 但我实在很想要赶快了解 所以有一天 独入仗世 所以他就直接呢 进入了方丈世 就是这大同和尚的 他的这个接待世 他说 请问 如何是智常的本性本性 所以 见性成佛 什么叫见性 要见自本性 见自本性 你要悟到自己的本性本性 所以呢 他就直接就 开门见商就问 请问和尚 如何是我的本性本性 那事实上呢 如果是智常你的本性本性 那怎么会跑去问大同和尚 所以大同和尚呢 他当然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体会 可是智常呢 你跑去问 也是一个很颠倒的事情 你跑到这个大同和尚那边 去问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当然呢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问答 可能 哎 这个和尚 帮助我们 就是在某一些执着 或者是某一个 这个真结点呢 点化一下 你就会完全开窍 完全了解 因为有时候 我们会钻牛脚尖 然后我们会建立一个 错误的直见 以为 这见性成佛 或者是这个心 可以从哪里追得到 所以呢 这大同和尚呢 他就直接 就给他开示 他说 好 来 你有没有看到虚空 所以直接呢 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看到虚空 好 那结果呢 他就回答说 我有见到啊 我有见到 其实在这边呢 这个引导呢 是非常好的 因为 在这边的引导 如果呢 他再继续用正确的引导 应该智常会马上领悟 可是呢 他在这边呢 引导错误呢 什么意思 就是大同他问他 你有没有看到虚空 然后呢 自常说 我看到 如果在这边就说 能见的这一个就是 那就对了 就就开始 你就会回到你自己的心 去知道说 我看到虚空 可是大同呢 他的 他的引导 引导到另外一个方向 引导到虚空那边去了 所以呢 能见对所见 能见的是我们的心 所见 见到的那个叫做虚空 结果他在这边引导 说你有沒有看到虚空 有样子吗 有什么相貌 没有 虚空是无形 所以无形无相 结果呢 他就说 你的心就像虚空 你的心就像虚空 好像也对 所以你的本性 犹如虚空 无一物可见 无一物可知 所以他就这样引导 所以智常觉得怪怪的 那怪怪在哪里呢 好 那我们可能觉得 诶 这个祖师大德说话都很像 所以也没有办法分辨 好 那他就觉得怪怪 可是他不知道怪在哪里 所以乳之本性 犹如虚空 的确在这边是对的 我们的心性像虚空一样 好 心量广大 犹如虚空 也对啊 但是呢 这个虚空里面是 什么都没有吗 好 那是什么东西都不能知吗 如果是 如果我们的心像虚空一样 变成无知无见 那这样可能变成 空空洞洞的空 好 所以我们很容易呢 以为修行修修修修到最后 哎呀 不要着相 所以呢 就变成着空 所以这边呢 就一念之差 就从本来你的心是活活泼泼的 现在呢 钻到那个空的境界里面去 所以 当然如果你能够体悟到心性 本性如虚空 应该会自由 就你不会执着嘛 好 那了无一物可见 就没什么好执着 但是呢 你却执着一个虚空 就是正见 那就反而怎样 反而执着在这个空的概念里面了 所以他就说 哎 这大同和尚就说 这个就是你的明心见性如来的知见 好 那问题来了 问题 六祖大师呢 就说 其实 这个大同和尚所说的 还存有知跟见这两个字 所以呢 导致于你的知啊 变成无知 你的见变成无见 所以如果你的心 能够像虚空一样 应该清清楚楚 心量广大 没有执着 结果你现在执着一个 无知无见 所以说了一句话 他说呢 哎 不见一法 还有一个执着无的概念 叫做无见 不知一法 但是还守着一个概念 叫做空 所以呢 执着无 是不是无见呢 不是 执着空 是不是无知呢 也不是 就还有一个执着呢 所以呢 还落入了一个无的这个概念 所以他还是一种执着啊 他并不是真的空 他并不是真的不执着 所以呢 这个不知一法 不见一法呢 的无知无见呢 就变成呢 反而陷入了一种虚无的执着概念里面 所以这个空跟 佛法讲的空呢 其实是毫离之差 这个空如果继续修下去呢 你会修到无想定 会修到四空天 但是四空天跟无想定 他是守着一个空级的境界 并不是你的心本来就空性 但是那差距在哪里 佛法的空到底是什么 佛法的空呢 跟世间的空 讲到的空有什么差距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是陈玉慧 这个是一个知名的导演作家 他曾经接受访谈 因为他这一生呢 学过了非常多的哲学 以及心理学 哲学 他学了尼采 尼采讲虚无主义 然后呢 心理学呢 他学了融格 心理分析 但是最后呢 他来学习佛法之后 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以前的心理跟哲学呢 他是不究竟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谈的这一段 我想经历过了很多的学习 我觉得你是好像一辈子都在学习的一个人 是啊是啊 不管是学中文啊 学戏剧啊 然后各个方面的一个追求啊 那我想你也研究过整个的心理学 可不可以谈谈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心理学哲学佛法 你认为哪一方面啊 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讲 是真正可以收益很多的 怎么样让他们能够直接去获得这些力量 对这个我倒是有有一些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我确实在我人生里头做过了很多年很多年的心理分析 然后西方的大师 融格的大师 融格的弟传弟子 然后我也就是 比如说我从小喜欢哲学 我几乎在高中的时候我就读完迷彩跟书本华 那可是我觉得这样一路下来 当然以前我也都是很重养这些哲学家 我觉得像尼采跟书本华 他们能用那样子的优美的德文 尤其后来我住德国 我德文可以阅读 直接阅读书本华跟尼采之后 我就发现说 他们的伟大师 他们可以用那样的简单的德文 那么美的德文 把那种人的处境全部都说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以前对他们着迷就是在那个 就说怎么可以那样子用那样的文笔 去写出人类的处境 可是我在整个人生的那种过程里头 我就发现 我就发现书本华跟尼采的问题 尤其是尼采 因为我非常非常仰慕尼采 因为尼采我们都知道 尼采其实在很多书里面 就提出一个虚无的概念 就是所谓的德文就是 就是 那这个虚无无家的概念呢 就是它的整个哲学贯穿的一个主题 其实也说穿的就是人类无家 人类是孤独的 人类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 那可是呢 这个东西我们 以前我误会原来说 这个虚无呢 这个空呢 跟佛教的空是同一个东西 我以前误会了 我自从学修子以后 我发现 Oh no 他讲的空不是这个空 所以我们讲英文的empty emptiness 就是这个空 其实我们中国的空 我们中文的佛教里面的空 是实相跟虚相并存的 可是英文的empty emptiness就是真的是空的 就是杯子是空的 然后什么是空的 它没有其他的意思 所以以前我们就会堕入一种完全的空 那我们是虚无主义呢 我们就变成即使享乐呢 我们就是明天就没有了嘛 世界末就到了嘛 所以那种空呢 我觉得对我来讲 没有佛教那个空来的 对我来的心很大 那这个是我也是修子 学修子之后的一种感想 那至于心理学呢 就我也走过很长很长的路 我就发现说心理学 它常常有一些依据 那依据呢 其实也是很难 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候 它去分析分析 不断地分析下去 有些事情是没办法分析的 比如说人性 或者说人生 生活为什么这样 生活为什么这样子 有时候分析 分析不完的 那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嘛 在西方心理学 一个人有病 一个人痛苦 那最大的要怪的人 就是他父母 因为父母没有好好的把爱给他 所以他就开始有很多人生的问题 可是呢 其实我觉得不见得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知道说在佛教里头 有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一些业力的问题 轮回的问题 那我当然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佛教徒 我不能说一切都是把都推给业力 一切都推给轮回 这样有一点不负责任 可是我至少 我觉得我的人生 我至少可以负责任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我可以不要活那么情绪吗 父母也许他们有他们的情绪 我小时候不自觉的受到他们的影响 可是我现在大了 我可以自己去驾驭自己的情绪 我自己可以驾驭我自己的念头 所以比如说如果学 真的学老师的这种休止的方法 我们其实就会解放 我们会从我们的情绪跟念头里面解放出来 那时候我们就自由了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心理学了 心理的那种分析 当然也是很有意思 我以前可能是那种 可能把它当作一种小说研究 或者说对那种 对那种好像有一个社会观察的角度 所以我一直去做分析 然后好像想在里面知道很多 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吗 然后这样过了很多年 我发现没有秘密 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一直问你一些问题 你一直回答 可是有些人生的问题 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 有些反而是回到自己的内在 回到你刚才说那个自然心 一切都在那里了 你自己也在那里了 所以我一直说 学修饰 学静坐 是认识自己的最好的方式 好所以呢 我们就发现 他这个人生绕了一圈 最后发现 原来所有答案就是在自己的心里面 可是呢 为什么这个自然呢 他会 他会有困惑呢 因为其实真正的答案 你要明心见性 你要认识自己的本心 本性 当然你可以从哲学去找 也可以从心理学去分析 他有一套这种理论 可是到最后发现呢 我们学了越多名词 反而呢 把自己框架住 那学习佛法也是很容易变这样 就是我们学到很多空的观念 最近有一个澳洲的军事 他就寄信给师父 他说 师父您在那个 佛多教育基金会的这些课程 我通通都有学 那请问您未来会不会再开中观的课程 中观呢 就是在讨论我们的这个心嘛 那用八不中道的方式来诠释 那的确呢 我们对于这个空性呢 会因为慢慢慢慢学习佛法之后 我们听到很多 甚至有很多的名词 我们也试图呢 要用这些名词来帮自己做一些分析 可是不自觉的 我们就会陷入那种名词里面 譬如说我们在打坐 以前呢 坐就是放松 没有任何的企图 现在呢 知道有 哎 这空的这个概念 就常常呢 就哎 把自己呢 放空 所以我们在高雄上的这个 大同和尚的这一段的时候呢 哎 那有几个居士就来说 师父 我现在又乱掉了 我好不容易找到空 现在又说空也不是 哎 又乱掉了 那到底怎么办 所以呢 因为我们以前呢 可能因为觉得很多的杂念 很多的妄念 所以希望呢 自己在心里面 建立一个空的世界 就把自己放空 哎 很快哦 烦恼都忘光了 很棒 很放松 其实这个是懒惰禅 因为我们修很懒得动脑筋 所以干脆呢 躲在那个 这个禅定里面呢 就什么都不要想算了 那可以暂时 可以让我们可以 好像不要管那些事 可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等到你出定之后 你还是又面对一堆的 对于人事物的很多的纠缠 并没有力量 并没有力量去处理它 所以呢 哎 我们应该要怎样 才能够真正的建立 这个禅修的一种正确的知见呢 就必须呢 要知道说 哎 这个空的概念是什么 所以现在六祖说 你执着一个五 它还是一种直 你的执着的根源没有解决 所以用这样子的执着的心 去修一个五出来 你的问题只是换汤不换药 所以你到最后呢 我们的生活中所产生的冲突 常常来自于直的那个习惯 而不是来自于你得到了什么境界 所以你如果执着一个观念是对的 譬如说我们学佛之后 知道空是 好 空是对的 你就会常常呢 用空去检查别人 那事实上这个世界呢 所有呈现的出来的现象都不是空 所以你用空去检查他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都空不掉 因为要有很多的烦恼 更多的冲突出现 好 所以呢 你不是去守住一个空 才叫做正道空 而反而应该是于空不住空 于空离空 好 那于相不着相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 哎 叫做百花丛里过片叶不着身 好 那这个境界呢 在很多的 这个经典里面都有谈到 那智常呢 听完了之后 他说啊 原来我以前都是着相 虽然着的那个相叫做空 其实还是执着 所以心里面呢 希望能够悟 那悟怎么悟 其实就 你就不要去追逐 不要去攀缘 好 不要去想象 不要有期待 好 那只要呢 观察自己的心 好 那这个心是什么状态 在随时随地 你都能够清楚知道自己的心 现在是什么状态 好 那反而呢 离自己越来越近 好 可是你一直去追求一个境界 勉强自己去达到那个境界 譬如说空的境界 你反而让心呢 变得啊 被我们呢 这个扭曲了 到最后呢 你也悟不到一个空 反而生出了很多的烦恼 好 所以大部分的人在修行的时候 其实最 最大的困境 突破了身体的障碍 好 突破了杂念 妄念的障碍 之后呢 就是 不能够得力 因为他说 奇怪 我修半天 怎么都没有悟到空性 那所谓的悟到空性呢 其实你对于这个万事万物的一个 实实在在的一个真实的观察 什么叫做空性呢 真实的空性呢 他的意思是 他没有固定僵化不动的一种形态 所以你说就像这个空虚空 虚空长什么样子 虚空无形 无相 可是他无所不在 那因为有虚空 所以他可以接受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教室这个空间 他是空 所以你放桌子 放椅子 人再跑进来 都不会显得拥挤 那你也不会发现 哪一个空被我们挤出去 他可以接受无限 但是呢 当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时候 他也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我们的心里面呢 装了各式各样的 想法 杂念 妄念 好事 坏事 也没有影响到我们心性的一种空气 所以容量无限 好 但是呢 诶 当我们的心呢 完全没有事 无事一身轻 好 是闲来无事 坐在那个地方 心 好 心非常的开阔的时候 也没有 也没有因此就变得 好 没有办法 工作 好 可是我们常常落入两边 当我们进入的空急之后 变成发呆 好 那有的人就是去三居的岁月呢 放空放久了 回来突然不能适应 因为那个脑筋都很久没有动 所以那个是一种 心不起作用的空 而不是真正的 自在弹性灵活的空 那有的人呢 诶 心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杂念 妄念之后 反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所以这两边呢 其实一个是着相 一个是着空 那六祖大师说 通通都不要着 要跳出来 那跳出来最简单就是 你的心啊 直接呢 就回归到什么 自信绝缘体 就是回归到 随着自己的心里面的觉性 去观察它 去了解它 去体会它 所以 自常呢 他听完了之后发现 原来他以前呢 追求这个明星间隙 不外乎 就是一种着相 那你就照着这个 自己的一个心里面的意志呢 你去修行 但是你不要期待 或者是祈求 或者是呢 追求某一个境界 那那个境界你追求到 也不一定是 如你所想象或领悟的 反而他会障碍我们 所以他说 不入祖师室 茫然去两头 所以以前呢 没有在六祖大师这边 听到这种开示的时候 可能很容易呢 就随波逐流 就是追逐 要嘛就追逐友相 要嘛就追逐一个无相 所以呢 在这边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凡夫的执着 凡夫的随顺决性 是还没有跳出法的执着 所以希望 虽然他已经有什么 虽然有正道的清静 可是这个清静 反而变成 更自在的一种障碍 就变成执着了清静 所以几笔境界 为之障碍 执着了一个空 那事实上空不需要追求 他本来就是如此 所以就像我们说 做梦 梦到老虎 那我们就 一直想办法呢 要跑到一个 没有老虎的地方 可是当你梦醒了 你就知道 根本没有老虎 看起来 虎虎生微 他有这种抓子 他有大声的那个笑吼 乃至于呢 他看起来好像就要扑过来的 那你的心也有一种实实在的恐惧 但是那是因为你不知道那是一场梦 等到你醒过来 你根本不需要跑到 没有老虎的地方 因为老虎本来就没有 好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发现 啊 我们人生常常在空转 真的有烦恼吗 如果我们知道 像六祖大师讲的 本来无一物 我们都是自找麻烦 好 所以起人忧天 好 每天都在想说世界要末日的 好 其实你 你 你想破头 世界还是会有末日 好 那即使呢 我们已经因应好对策 有一个居士说 师傅 你们那个 那个山上的那个 以后那个国际禅修中心 但一定是世界末日的时候 最后诺亚方舟就是在那边 我说谢谢 即使到时候真的世界末日 那我们全部就只有那三个人 躲在那边也没什么意思 那是诺亚方舟要做什么 那所以呢 这整个世界呢 他到底会怎么样去发展 不管怎么发展 他就叫做无常 就是每天都不一样 那我们有没有发现 他每天都不会如你所想的 这样去转 好 那即使呢 我们能够观察到 好 即使我们在担心 已经做好的万全的准备 你有发现 这个万全的准备呢 也不是真正的是最完美的准备 所以最完美的准备 其实我们要发现自己的 这些限制跟障碍 所以在每一个当下呢 就回到自己的清静心 好好的呢 在这个当下中运用自己的心 而不要产生很多的 好 无畏的障碍 所以这个凡夫的随身决心呢 他是突出开始 在什么阶段呢 就是他的烦恼断除了 然后他正到了一个清静的境界 可是却对这个清静的境界 产生一种执着 对于这个执着来讲呢 他会障碍什么 障碍我们最后的 好 这个最后什么 最后能够圆融无碍的 的境界 好 所以呢 故于圆绝而不知在 好 所以说对于圆绝 对于圆满来讲 这个阶段性的清静呢 他反而变成一种障碍 那举一个例其实就像说 我们现在的目的呢 是从台北我们要到高雄 那当我们呢 往南多走一步 其实离高雄越来越近 所以呢 我们走走走 走到桃园 就这个跟台北比起来 其实是已经有进步 比较接近高雄 可是还没到 好 那我们就走走走 走到哇 台南 眼前已经看到高雄的 这个牌子了 然后我们就说到了 其实我们永远都不会到高雄 就只是到了 有高雄的牌子而已 所以这个清静呢 其实他就是 看到那个牌子 看到了佛 我已经感受到一种觉 感受到那个清静 可是其实他还只是一个牌子 表示快到了 那如果呢 以为呢 看到这个牌子呢 你就是到了 其实永远都不会到 所以对于这个 这个终点来讲呢 这牌子变成一个障碍 可是对于从来没有到的人来讲呢 其实你至少还看到牌子 表示越接近了 你在高雄 你在台北绝对都看不到 往高雄的牌子嘛 好 所以呢 在这边呢 我们就知道说 诚佛是这样 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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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越来越接近 但是接近呢 只是表示我们离终点越来越近 不表示我们已经到 所以如果停止了 在这个路上就觉得 诶 我已经到了 把中途当成是终点 这个中途对我们来讲 反而是一种障碍 那我们下礼拜呢 就会来讲说 那突破了之后 我们不要执着这个清静 那接下来后面是什么呢 那后面呢 就开始呢 有菩萨的位置出来 那菩萨的随顺决心呢 他当然就是 诶 就是更上一层楼 那我们是凡夫 我们还在劳虑的境界 所以我们会想说 诶 对于 诶 烦恼来讲 现在清静应该是 一件好事 那为什么清静 反而不会是好事 那是不是表示 那我们不要求清静 我们就 继续烦恼下去好了 那 那其实是 也 也不对 反而是更颠倒 那因为我们没有知道 什么叫做究竟 所以我们永远都 只是用猜的 那所以呢 在这个 随顺决心的一个过程中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个决呢 是从凡夫到成佛 他始终如一 只是我们能不能够 对于这个决心 能够完全的掌握 他有层次上的不同 那我们下礼拜呢 就会再看 把其他菩萨的随顺决心 到佛的随顺决心 都能够了解了之后呢 还要知道 那怎么修 我们应该要怎么修 他有四句口诀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 下礼拜继续 把这个 清静会菩萨章 把它做一个圆满 好 那我们来回向 好 来 此经 愿我无敌意 无危险 愿我无精神的痛苦 愿我无身体的痛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的父母亲 我的导师 亲戚和朋友 我的同修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四院的 所有修缠者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四院的 比丘 比丘尼 沙咪 沙咪尼 善男子 善女人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四字句的 不失主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的护法神 在这四院的 在这住所的 在这范围的 愿所有的护法神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一切活着的众生 一切有形体的众生 一切有明相的众生 一切有身躯的众生 所有圣者 所有非圣者 所有人 所有人类 所有苦道中的众生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脱离痛苦 愿他们 不失去 以正当途径 所获取的一切 愿他们 依据 个人所造的因果 而受生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陆地 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 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 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 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 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 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回向功德 愿此功德 众善根 累世冤亲 同占恩 由私解脱 诸苦恼 共振 菩提 度有情 磅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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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尝 尝尝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